公車行進入口正要轉彎 這時一名男子突然衝了出來 右手推了一下車尾後方的車身 整個人還倒退兩步 他眼見公車司機沒有把車停下來 又再度前進推了一次車身 接著扶著路邊的計程車把手上袋子放下 直接的坐在地上 而司機發現不對勁停下來 男子也立刻起身 衝到公車的前門旁邊 要求司機負責 一名55歲的房型男子 向警方報案聲遭到公車撞傷 那監警方調閱公車行車記錄影響 發現剛才女男子在公車行進時 疑似刻意將上半身貼近 也造成事故 公車司機發現男子想要製造假車禍 當場不予理會 沒有想到男子竟然跑到警局報警 謊稱他被公車撞傷 而假生貨就發生在新竹市區東門元環旁邊 司機莫名其妙被告撞人 讓他氣得是整個傻眼 與其所稱的報案內容不符 但至於本案的後續責任 那目前則由警方進一步理清掌 就怕有其他人受害 司機也趕緊把畫面PO上網 提醒大家注意 而同一個地點附近 日前也才發生有男子 故意把推車推向路上的車輛 試圖想要製造假車禍 把路過的駕駛都給嚇壞 但如此的行為恐怕已經觸法 誇張的前進也讓民眾看了是 直搖頭 記者何萌茜新竹報導